哈囉各位 下一位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的好朋友阿德 阿德今天又要帶各位來屏東一日遊啦 那有一些景點是全新的 有一些是舊翻新的 那到底有哪些漂亮的景點呢 跟著阿德帶你去喔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訂閱阿德帶你去 並開啟小鈴鐺 那這個景點帶各位來到這裡是 屏東的獻民公園 這個公園有點一望無際的感覺 那它到底有多大呢 如果以台北來講的話 大概跟大安森林公園差不多大 如果中部的朋友呢 我就以秋紅谷來比喻的話 大概有八座秋紅谷那麼大吧 這個公園真的是大到一個不可思議 那我要去的那個景點呢 就是你從入口進來之後 那裡有個警衛室 從那邊進來之後呢 往下走走到底 你會看到有個水池 那個地方呢就是我們今天要去拍照的景點啦 我好像找到我要去的地方了 在那邊 你只要看到水池的話 旁邊就是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你從火車站過來的話 如果是走路也要25分到30分鐘的時間 其實有一段距離 然後進來裡面呢 你大概要再走個5分鐘 才會到你要去的那個景點 這裡真的好漂亮喔 而且還用這種清水模的建築物耶 我最愛的清水模 極簡風 很厲害耶 而且完全看不出來是屏東耶 我的媽呀 這裡太有設計感了吧 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水池 這個水池是一層一層很像梯田的那種感覺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風 所以會拍得到那個鏡面倒影的感覺 超漂亮的啦 我的媽呀 搞得我都有點想要搬回來了 哇 有沒有看到他的身後這些牆啊 非常的斑駁老舊對不對 這裡的前身是一座荒廢27年的台塘紫江場 這個地方呢也是全台灣第一座結合工業遺址 跟水岸廊道的一座公園喔 它把新的跟舊的遺址結合在一起 你看 這一面的話就是用清水模 新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是舊的遺址的部分 那就有一種視覺上面的衝突感 有一個廢墟的美感 非常漂亮 你們現在看到這些啊 全部都是遺址喔 是不是非常的壯觀也非常的厲害啊 真的超漂亮 這邊呢 架這個角度拍照會很漂亮 汪洋 你股票 你的衛生說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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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平東火車站淵莫步行十分鐘距離的一個新的景點喔 是舊翻新的一個景點 很漂亮也很文青 GO 那現在帶各位來到這第二個景點 勝利新村 我從來沒有一個景點像這樣子 我不知道怎麼介紹的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規模大到有點離譜耶 它是整個城鎮重整耶 我的天啊 它全部都是這種日式的建築 然後全部重新整修過耶 我原本想說可能就是一條街 小小的而已 我大錯特錯了 它整個村莊耶 超級大的啦 我真的不知道要從哪邊介紹行 因為它這個整個村莊如果介紹下來的話 我覺得一天都不夠逛耶 超級大的 它這裡店家所販賣的東西也都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文青的 有一些是餐館 有一些甚至是圖書館 所以它的風格上面 都有各個店家想要呈現的感覺 好漂亮喔 它這邊有點像台北的四四南村 但是它的建築外觀都是比較日式傳統的那種感覺 它就差在它的規模大概是四四南村的五倍大吧 它占地面積有點廣 它真的是一個小城鎮了 這個園區其實它的營業時間呢 大部分就是落在10點到晚上9點之間 但是你進駐的店家 它實際要使用的時間呢 就是在這個期間他們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所以每一家店的營業時間會有所不同 跟各位介紹這個只有屏東才有的紅綠燈 紅燈的時候是下跪求婚 綠燈的時候則是兩個人手先手 好可愛喔 勝利新村曾經是日本時代的飛官宿舍 戰後由國軍接收並在增減 經過歲月的流轉 許多房舍早已殘破不堪 於2007年開始被指定為歷史建築而得以保留 屏東縣政府也陸續投入了經費修繕 並於2018年更名為勝利新村創意生活園區 增設了文創市集、書店、餐飲店等等 讓老眷村得以蛻變成全新的風貌 繼續經營下去 也因為佔地面積廣泛 因此增設許多大型的裝置藝術 提供遊客互動、拍照 並為屏東注入一股文青風的氣息喔 它的規模真的很大耶 這邊還有一個區域還在修繕當中耶 這個景點真的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發現好像大部分的店家 都在11點過後才開始營業喔 我是建議12點過後再來啦 那我們現在去下一個景點吧 GO 在這個景點呢 從剛剛那個勝利新村那邊走過來呢 大概只需要4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抵達了 屏東青創聚落市 縣政府為了提供更好的創業平台與環境 特別設計一個類似像就業服務站的一個地方 就像我之前帶各位去的那個職人艇 一樣的概念 那這個地方呢 是由53個貨櫃所組成的 所以有非常多繽紛的顏色 像下面的那個 這一個 彩虹貨櫃啊 就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打卡景點 那因為它這裡呢 總共有三層樓 所以大家要來這邊的話呢 可以每一層樓都稍微給它逛一下 因為它每一個角落都蠻適合拍照的 那這個園區裡面 假日的文創市集啊 更是熱鬧又好逛 但是要切記 它這邊的店家大部分都是下午2點才開始營業的 所以你如果要感受那個人潮的話呢 2點過後再來會比較好 你如果是純粹想要來拍照的人的話 你可以用2點以前的時間 比較沒有人跟你搶集點 那今天呢 行程的最後一站呢 帶各位來到這個地方是 艾米達金銀谷 那這地方呢 一個人是150元 那你如果在裡面用餐的話呢 這個門票呢 可以抵50元的消費喔 那這邊呢 有許多同區的公仔 你可以拍照 然後再加上你入門口的地方呢 有這個精靈服飾 你可以跟他借這個精靈服飾來穿 是免費的 那我們進去那邊拍個照吧 哇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一棟這是什麼 小精靈的屋子 是不是很可愛很像童話世界 好可愛好美喔 哇巨人巨人 它真的很巨大喔 這其實長得有點像 天空之城裡面的那個巨人耶 只是它是石頭版的 這園區的營業時間呢 是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50分喔 所以如果大家來的話 要注意一下時間 不要超過了 那它這邊其實 我覺得黃昏石頭還是最好拍的 天竹鼠 好可愛喔 還有小小天竹鼠 還有好多可愛的兔兔喔 艾米達精靈鼠非常的可愛 彷彿讓人走入童話世界當中 但是各位要切記一件事情 今天推薦給各位的四個景點當中 這是唯一一個不在屏東市區的喔 而是在屏東縣的新皮鄉 地理位置相較偏僻 因此開車前往是最方便的喔 那喜歡今天推薦給各位的景點嗎 喜歡的話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有什麼漂亮的景點 好吃的美食也可以在影片下方跟我分享喔 阿樂帶你去 我們下次再見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